今年因为圣阴现象 不仅高温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 台风的数量也会偏多 而且强度至少都是中度以上 尤其今年是圣阴年 台风滞留在海上的时间越久 吸收了足够的水汽 形成强烈台风的比例就会增高 今年7到9月台风将变得更多 而且强度至少中度以上 因为圣阴现象影响 预估今年北太平洋西部台风深层数 约有28到32个 截至目前其实今年已有8个台风深层 而根据气象局预测6到12月 预估台风深层数约有21到25个 而其中直播台湾的约有2到4个 但今年是圣阴年 气象局强调一旦清台 强度至少中度以上 台风的深层位置比较偏向东方 因为刚刚讲对流去往东移动 所以台湾深层位置也偏向东方 偏向东方等于是在海上的距离陆地比较远 所以它发展的过程 在海上时间会比较长 一旦西移到台湾附近来 通常强度是比较偏强的 气象局表示 声音现象会持续到今年冬天 不仅台风多强度大 另外也会影响气温 温度偏高将持续到9月 而降雨量刚好相反 7月偏湿 8月雨量正常 9月的雨量将会逐渐减少 略为偏干 记者黄立委张国良台北报道